你好你好,我是小黄瓜 现在假期应该都放完了吧 上班的,上学的也都 也都要开始忙起来了 应该有很多人会在 长假之后 就是一下子 我开始忙碌起来会有点烦躁那种感觉 所以我来了 这话,这个开头听起来 像不像我又要加饭了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多饭可以加 我只是想起了 在之前 就是在我做主播之前 那会儿 我在决定当初主播之前 其实有失业在家几个月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就是 中级懒狗 就是那种 全听讲跟我完全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然后 我怎么说的 不能说的太明显吧 就到时候成为了不好的朋友 反正就是很懒 然后 那个时候就 上班的时候一直期盼着休息日 期盼着去哪里 有几天可以休息 一天的话怎么安排 三五天怎么安排 后来 在家没有工作的时候 连着休了几个月 一开始听爽 开始超爽 我一开始每天打游戏 打到早上大概七八天才睡 就是打不动了才睡 然后 一整个白天都睡觉 就这样 晃晃晃晃晃的 当时还有想过 要不行的话 我去做个游戏带练吧 但是 谁 谁 他妈拿付出生分 所以那个时候就 但是到后面 休息到后面 就会觉得 其实也没有那么快乐 甚至越休息 越懒 越混混合合合 心里就会越有一种 紧迫感 有一种 虽然没有人催着自己 但是 说不清那什么感觉 反正不太好说 后来想想 很多事情 好像都是这样 你有工作 才会显得放假特别珍贵 你有努力 才会显得 你为自己争得的每一样东西 都特别骄傲 所以啊 晚年了 希望大家 嗯 新的一年呢 新的一年呢 事业 对 又飞速发展 然后学习 也是 嗯 反正都顺顺利利的吧 嗯 我们在 干忙的时候 好好忙 然后 开休息的时候 然后 就 快乐的 放肆的 晚 这才是人生吧 那我今天过来干嘛啦 之后的 我是来出眠的 我找了几个 新的声音 也不是很新 但是做法很新 这个 草皮 哈哈 哈哈哈哈 这 算了这个词 我不想再说一遍 还有面环 还有这个吸管 但是 是用敲的跟摸的 这词 不用吸的 还有好久没有出现的哪位吸 还有什么呀 还有一个 不重要 那个是 做完这些干燥的声音之后 找一个脆的声音 调节一下 好啦 我每次开头的时候说话 单单超过五分钟 就一定会显得我屁话很多 哎 我绝不超过五分钟 开始吧 先用这个放松一下耳朵 先用这个放松一下耳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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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放在你们的头上 然后轻轻地捶一捶 轻轻地捶一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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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地捶 轻轻地捶一捶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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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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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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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